自当全高远,风云高 农年被人记忆不太好 最大事的是1976年 那次迎来中国的巨变 套年底除了香港股市一路下跌之外 上海股市也出现大崩溃 尤其中国的A股持续大跌 成千上万的股民是损失惨重 哭声震天 在这个时候我最终都证实了 我一向都说过一句话 中国对人到底有多爱国 大量的中国股民无处宣洩 竟然就走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 大夫惨痛和求救 要求去美国派军队炸了上海证券大楼 有一篇关于长颈鹿保育的文章出了来 这个是美国的微博 那里驻华大使馆那里说科学技术透过提高感知度 来到帮助科学研究人员保育 这幅长颈鹿的照片 就引发到中国股民当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那个网子是哭场 耶路撒冷那里哭场 破口大骂 说天天唱赞歌 武实话 假大空 高品质发展 又有人鼓励美国趁现在民心散换 打过来 宁可相输 绝不让权贵单赢 就说美国如果打来 两亿中国股民为美国开路 几亿老百姓是你们坚实的后盾 哇这些公然 汉奸言论 别开生面真还是假 几亿老百姓会在里面开城门 跟美国开路 由于这些反中的股民血泪的评论 是突然爆发 大陆已经有很多人手资源 去聘请这些审查员 删都删不及 而结果是有15万质留言 就留在美国驻北京领事馆 那个微博 你说好不好笑 现在这样搞法 你也看到整个大陆 那个股市 那种遍地撕骸之严重 现在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因为本身美国驻华使馆的官方微博里面的贴 那个内容是完全跟股市无关的 它只是讲述科学家如何用卫星数据来保护长颈录的棲息地 那些股民和网民就蜂拥了进去 那留言也很奇怪的 比如说有些除了要救救股民之外 就说请求美国证监会接管免A 什么叫免A呢 如果大家听过 我们以前柬埔寨讲的KK元就知道了 缅甸北部那些诈骗集团 在中国大陆就叫免A 意思就是暗示明示 中国的股市背后是一个诈骗 那这些评论不断累积 当然了 其实因为在上个月 所谓的国家队入市 投入了以百亿计的资金 希望挽救中国的股市 但是这个短暂的资金 不能够令到整个股市恢复 人心依然虚胁 也没有成接力 所以在上证其中一天 一开盘半个钟头 已经跌了百多点 即是短时间占成5% 这些情况 在近日也出现了 所以在其他的YouTube里面的频道 也都见到很多人 不知道为什么翻场拍片 说现在北京的市面很静 没有以往那种繁荣 还有很多人包括在上海的上海人 那些中产全部的资产都抛售 希望卖楼但是卖不到 也有很多人失业 失业就不敢告诉老婆 不敢告诉家人 很多人的楼表面上还很风光 但实际上它们里面已经没有了现金了 这就是现在中国社会 特别在深圳 广州、上海、北京的大城市的现象 陶先生 是的 上海和深圳交易证券的市值 一个星期蒸发了62,600亿人民币 6万多亿帐面不见了 另外2023年上证指数全年跌幅3.7% 2024年1月上海和深圳一起加速下跌 本来股市我们知道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改良一些社会的资本配置 将社会资本可以透过市场调配 市场是不会说谎的 钱一定是去一个正确的方向 投入有前景的企业 同时是为企业提供将来融资的渠道 股票可以说你说得难听点 是一个老千的赌场 说得好听点 它也是一个集资融资 是帮助很多人创业 甚至是创业之后更上一层流的一条 一条铺往天国的大路 但是在一个错误的社会制度之下 你这些股市玩来玩去泡沫化之后 一定会见到里面那种丑陋的真相 这个邓小平当初他懂不懂股市呢 他当初开放中国股市的时候 就令到美国产生很多憧憬 觉得今次中国改革开放 今次行 像我们纽约一样 很多时候听到天真的美国人 都像想象上海如果变成纽约一样 再加上香港你说多少钱赚呢 但是你感觉长期这个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扭曲之下 上海也好深圳也好 它的股市就和房地产一样成为极少数人的提款机 现在最新颁布的就是一条规定 叫做不准恶意抛售 那些企业或者那些投资者的老板 见到自己那只股票 突然这样跌 你是不准订的 因为越订就越低 这些全世界没有一个股市 是被政府调控和干预到 你喜欢它升的时候就笑到卡卡声 你那些皇亲国车在里面拿钱 见到跌就说不准抛售 喂会不会这条新规定有一天 当香港的局势恶化的时候 也都会延伸来香港呢 所以现在就为什么 这么多股民走到美国那里激鼓明冤 当了现在的拜登是爆青天呢 现在的情况是所谓的螺旋式下跌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正如你刚才所说 因为官方是不准那些国企 或者大型的民企去抛售股票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 你是股民或者你是其他的基金投资者 你还敢不敢入市呢 因为如果你入了市之后 你是不准走的嘛 虧都不准走啊 我只虧都不行啊 所以这一点就出现了螺旋式下跌 而其实这个中国的股市 特别是上海的指数呢 在过往经常都说 去守住那个三千点 那当然是守不了了 守不了三千点之后呢 现在就说守二千八或者二千七这个点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 实际上是二千四 这个用国家队去坚守这些指数呢 根本就是无补于市的 市值根本就去不了二千七或者二千八 这样的情况其实跟香港一样 你记得香港早前还在吹着二万点 或者叫做守住二万点的关 守完之后 18,000点又没有了 接着17,000点又没有了 现在随时16,000点都不保了 所以现在的人还在说守16,000点 有人已经在说是八千点了 这个将来的事 这些当然了 看看会不会发生 但是我想说就是 你越说这些 其实股民和投资者越没有信心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国家干预的行为 令到人觉得他的信心和投资是不保的 陶先生 那为什么你现在中国终于是自掘陷阵 或者自掘文部呢 很简单 因为你整个社会体制就是国家干预的宏观 宏观干预的那个体制 而且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 但是股市的交易 无论是上海和深圳每天的价格一定是公开的 这个没得骗的 但是你由于是一个叫国家经营的一个这样的制度 就会有很多虚假的信息 地方政府颁布出来 为了要应付中央的指令 一定是作大条数 那变成了那些城市的股民他们得到的消息 是没有一天是百分之百是真的 而且只是知道局部 当他是没有其他投资的渠道 把钱放入股市的时候 就随时会化水 本来你保留着所谓的一国两制 香港那个是由英国停民地时代 就已经不断的完善 那个制度和加强里面有监管机制的香港股市 还可以转一架引擎在外面 你这架飞机你还可以飞一下 现在香港都被你自己毁了 所以说上海的股市是这样塌 香港又会守得多久呢 对不对 现在你整个大陆的制度美大不掉 三架马车全部崩溃 第一三架马车是外资 第二是基建 第三是内需 当初三年前很口响 外资走了不要紧 我还可以内卷 然后李克强说摆地摊经济 叫大陆那13亿人自己消费是撑住 现在内需呢 你看看楼市是这样股市是这样塌 很多人在五六年前买了楼借了少少钱 现在蝕到入浴就银行扣窿 股票那里崩溃是不会有多钱出来内需的 是不会有消费的 基建更严重 整个大陆有多少省多少市那里 工务员出不了粮 国家手上就有多少钱 唯一就是印银子 你敢不敢印 再印下去就变金元券 是不是 好了外资是执包袱走人 拜拜去越南去印度回头 剩下香港在外面又被你啪一声捏烂了 那你说大陆那些股市哪会有运行的 没有运行的 是不是 你现在上海和深圳那样 深圳那样跌 上深那样跌是百分之十三点多 很多人那些棺材本 养老本都放在那里 现在欲哭无泪 中国人来说 你给他两口饭给他吃 他就不会反政府 是不是 你叫他有两个钱赚 然后叫他在街上神打 是拥护共产党 他什么歌舞都表演给你看 现在没水赚兼没得吃 他那个真性就暴露出来 就是做汉奸 叫美国佬出兵 你拉不拉 拉得多少个 是不是 接着在龙年 因为官方的介入 是更加令股市的情况是恶劣的 他以为救市的手段是好 但是是违反了市场的规律 除了你说头二万亿那些 这样的救市无补于市之外 因为他限制了一件事 第一就是他限制沽空 因为他觉得这样 是会令股市更加下挫 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限制沽空 是违反了市场交易的规律 你不让人在中间去定价钱 去低于现在的股价 那你一定要他买 或者是要民企 国企回购自己的股份 根本民企和国企都没有钱 是的 他仅如的费用或资金 用来应付出粮 或者找数 但是可能你因为官方的命令之下 他迫着把这些钱 要去回购自己的股票 那结果是怎样的 结果就是财源失业 不找数给供应商 下游其他的公司就揽炒了 这个就是官方政策的影响 那接着还有他放宽平仓的标准 因为他一般的标准如果是超过110%之后 就强制你平仓 那现在他就可以放宽到115%或者120% 那表面上是令到你不用这么快 叫做亏了或者是要你抬钱出来平仓 希望股市会有得反弹 但是如果你放宽这个平仓的标准 其实你会令到投资者输得更加多 平仓本身的意思 除了保障券商或者投资者之外 其实就是希望你不会超过了一个 亏损的比率 要逼令你一定要止蚀离场 但是如果你放宽这个平仓 表面上是亏你实际上是想你亏得更多 这个情况是官方全部是好心做坏事的 陶先生 是的 但是这个是习近平最新的思想 因为习近平的老人家 现在决定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对中国金融市系统的领导 那习近平的金融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习中统一领导 然后就说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就要发展有适合我国国情鲜明特色的金融系统 因为习近平和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于是下面的官最近有一句真是很有创意的说话 说投资不一定要网友回报 你知道吗 这些地方你投资下去 怪不得施永青都没有了几十亿 你绑着在大陆收不回那些共官告诉他 你以前都赚这么多 现在你就自己闹磨包 拿些够钱出来出粮先 因为习近平到底懂不懂金融呢 他说金融监管要掌牙带刺 监管是要抓人 还有要有侵略性 有灵有角 而且有那种叫金融的暴力性的监管 这叫有灵有角 一定要加强协作配合严打金融犯罪 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 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这些是什么话 你明白吗 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反贪 所以现在下面的人 深圳上海的政权交易上 不知道他们这位皇帝最高主人 到底心里面想什么 刚才那几句习近平金融思想 你明白吗 最新的习近平金融思想 香港交易所的主席和承班 董事局和金管局要不要学习 学习完不如你 赤教一下我们 风云谷我们看不明白 不如叫任志刚 带头成立一个叫 中国香港特区 学习关于习近平领导金融工作的讲话 和指示到整个香港交易所 穿红背心那些 全部人人去学习 然后教香港下一步 股票市场应该怎么运作 不用学的了 陶先生 因为现在很多外国投资者 已经对中国的市场 或者前景用脚投票 因为那些钱去了哪里呢 突然间中国股市跌成这样 或者香港的股市 其实两边是在一起的 这些钱其实去了印度 因为据报导说 现在印度的快速成长股票市场 是在取代中国的市场 包括香港 因为根据印度的数据 过去十个月 流入的资金上涨了三分一 在2023年吸引了200亿美元的外国资金流入 也能解释到 其实随着对于中国和香港 这个疲弱的市场和信心的问题 所有全球的资金 除了去了日本 或者本身美国的市场之外 在亚洲来说 印度在进一步取代中国和香港的股票市场 因为莫迪将会进入第三任期 即使印度有很多基建的问题 贪污舞弊的情况 或者中间的社会问题 不管 这个新兴的市场 就是现在 以往在中国里面 承着中国进入世贸的时候 扔了十多二十年的大钱 这些基金 全部通过去印度 因为看好印度将来 也知道在莫迪的领导之下 印度不用有一个人亲自指挥 亲自计划 因为市场是开放 和市场是自由 于是乎 投资者才有得保障 否则你去到中国 或者中国香港的市场 下下你又叫国家队介入 又不让你沽空 又限制你买入 又说平仓随时改 这些规矩不断转变 其实是投资者的大忌 投资人最重要是 他能够控制到 能够控制的范围 现在你在中国市场的股票 那种招不保值和惶恐的心态 如果你上去YouTube 或者大陆的微博 你看到你更害怕 他们所有人根本 是哭哭啼啼对着屏幕 还有根本他们没有钱 没有钱去 希望可以出售股票 但是如果卖出去 是荡然无存 这种情况是股灾 因为现在习近平领导金融 他的最高指示就是 要在金融市场加强党的领导 党怎么领导呢 你买股票 就是说你刚才 党说什么时候你要入市 你就要入市 什么时候准卖你就不准卖 什么时候冻结 这个叫做党的领导 习近平知道 金融股票市场 就是三百年来 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条主心骨 资本主义和共产党领导 是水火不相容 共产党如果领导 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股票交易 是不是 如果你的市场是旺盛 你交给投资者决定 麻烦你的党领导走开 邓小平那时候都误到这个道理 现在恭喜十三亿中国人民 你们艰辛探索一百年的 现在兜回大圈走回毛泽东那里 不如你就收拾股票市场 改建人民食堂 人民公社 然后按牢分配 然后食票 这个粮票 油票 米票 报票 重新配给 人人开心 天下太平 恭喜你 帮他套年怀年结 都是好消息 因为这样搞法 实现了习近平的理想 这就是财富平均分配 大家的财富以前是一万元 后来变成一千元 现在变成十元 一平均分配的人 只剩下几毫子 好了 美国总统大选 近日是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因为我们一直在评论 都是有一个国际的视野 你说香港经济败局 大陆不行 你看看欧美 我们早就已经说过 内部那种左膠的意识 它里面那种鼓吹变性主义 在这个 社会内部推行 大碍包容的濫用 其实就是 更严重腹oul Biak 都您色稀赢 一个一样 即将其他的 是常式理性的 smart 所以很严重 现今 美国总统拜登 今天大几乎美国总统可以 过 今必要竞选年任 我們四年前 如果各位有聽開我們的風雲谷其他的頻道 本人一早已經講過 你民主黨推出拜登和賀錦麗這個配搭 你有沒有想過四年之後會怎麼樣呢? 拜登他做總統的時候已經78歲 明顯是有路態 而賀錦麗是來自加州 是一個法官 明顯是為了平息 以加州為代表那種美國極左和少數族裔 那種民意的要求 我當初已經講過賀錦麗擺在那裡 只不過是一個陳列品 因為他不會有任何國際外交的經驗 只不過是民主黨利用精英議會民主制度 種種的弊端 在一起 是固定的那些黑命貴 變性主義 和整個加州 只要入到超級市場那裡 偷和搶 不超過100塊錢 警方不予理會 不予落岸 這樣的無政府主義狀態 再加上現在經過麥西哥邊境 大量湧進來 包括數以萬計的中國非法移民 是令到美國是焦頭爛牙 你現在拜登過了四年 已經是八十二三歲 到他如果做下一任是八十六歲 最近他的記憶力頻頻出現跳標 和彈鐘這樣的異仗 說錯了名字 連法國的總統馬克龍 他都說了以前那個叫米特朗 接著最近這次記者會就更嚴重 就把他說向埃及施壓 叫他們開放邊境 收容多些加沙的難民 這個本來明明在地理位置是中東的埃及 他就說了是墨西哥 因為這個老年人那個記憶和那些資料跳線 就時常會發生的 因為可能拜登日利曼基最近急於處理 德州和墨西哥邊境那些非法移民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覺得這些湧進來的是難民 於是兩個影像重疊 就將邊境那個墨西哥那邊和埃及那邊混淆 所以被那些記者追問 喂 你的記憶是不是有問題 聽說連你的大兒子什麼時候腦癌死那年 你都不記得 明顯呢 就拜登被這一番這樣的說話激怒了 他說我當然記得我兒子什麼時候死了 我的記憶是沒有問題 這些不關你的事 我記不記得不關你的事 所以這一場記者會是暴露了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拜登是否適合連任 如果不適合 誰頂上 如果是賀錦麗 這四年來賀錦麗基本上是一個隱形人 他到底有沒有跟兩 如果賀錦麗又不行 最可怕這個傳聞 就是拜登這樣說話是吞吞吐吐 是不是其實是有意的 是回報奧巴馬 是放奧巴馬的老婆米雪兒出陣呢 這個引起了牽然大波 我想香港海外很多懷型的朋友都說 喂 如果奧巴馬米雪兒出選到底有多少勝出 米雪兒那對川普 將會是一個美國有史以來 是最為激烈的大撕裂的選舉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不是到目前為止 我相信是沒有機會的 因為這個這樣的選擇 可能分分鐘是Donald Trump那邊的陣營 放出來是嚇過那些選民 因為米雪兒她身為第一夫人 是跟了奧巴馬兩任共八年 她向來是說她自己沒有政治野心 還說不希望自己的老公奧巴馬做總統 因為她是以家庭為重 她是對政治沒有興趣 如果突然間現在說要出來是代夫出征 就是變成了希拉里的黑人版 這個是簡見是整個美國議會民主制度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是不是? 你全美國找不到精英嗎? 民主黨裡面找不找到一個像這個樣子呢? 要不一定要是老公傳老婆 老爸傳兒子呢? 克林頓想傳給希拉里 老布殊傳給兒子 現在美國華盛頓白宮 是不是那三幾個家族 Family玩了呢? 如果是這樣 這些精英政治有什麼意義呢? 就難怪那些平民 尤其是失業的工人和農夫 全部投了特朗普 所以這一場 2024年即將會出現的美國總統大選 那種危機又甚於上一次 就是說拜登上台 是未能解決特朗普留下的問題 那些仇恨特朗普的人 不斷繼續對他的人身攻擊 特朗普這幾年都有老大 但是特朗普所代表的勢力提出的問題 就是全球化之下 那些精英玩了 華爾街和植谷IT 你們是導致貧富超級懸殊 而是沒有辦法改善 現在形成一個叫貧富懸殊的 少數華爾街金融和高科技精英的 權力財富壟斷的俱樂部 這個問題一直拜登為首的民主黨 及其選民都沒有回答的 因為他們根本知道 這個症狀 特朗普提出來是正確的 但是為什麼?因為作賊心虛 因為他們不會放棄權力 所以一些所謂的unfinished business 這些未曾了卻 這些壞將 將會在今年 特朗普隨時捲到重來 如果你不讓他出閘 又是另一番動盪 所以今年很嚴重 全世界是看著美國這場選舉 是不是? 是的 現在討論美國總統的情況之前 我想回應有關於你剛才提及 在三藩市的零元購 零元購 的一個現象 剛才你提及的銀碼 我補充一點 其實是950美元 因為在2014年通過了一個法案 如果裡面牽涉到的搶劫 或者盜竊 不超過950美元 他就將它降為輕微罪行 大家聽起來很匪夷所思 因為950美元 是7000多元的港幣 其實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現在在三藩市 很多零售店鋪 已經將所有貨品都放入鐵籠 和亞加利膠箱裡 其實這個現象 蔓延到其他城市 包括西雅圖 連波特蘭、亞特蘭大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種情況 再加上那些安多芬的濫用 那些比較liberal、左翼那些 認為那些人是有權去購買藥物 或者是自用又不犯罪 造成很多的對折人 就是說在街道上面那些類似喪屍的導遊 這些情況就出現了 在三藩市已經在網絡上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也可以反映得到 這個拜登的政府 這個民主黨的政府 是一個比較 我們稱為自由主義 和對於左翼這些人權 過度寬容的政策 因為這個零元扣的原因 是來自什麼呢 就是監獄裡面太過激逼 於是乎很多的法官 或者是那些這樣的律師 幫這些囚犯打官司 於是就判令這個監獄不人道 於是政府為了不要那麼多人坐牢 唯有在法律上面寬鬆 所以其實是荒謬的事 好了這個背景之下 其實所以我大膽預言 這次共和黨是贏硬的 因為拜登政府這次 是看到他的內政是完全失敗 其實上一次 特朗普是輸了一點 我不是說要支持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這個人 是一個撥弄大局的人 可以令到一些事情發生的 這種人 而不是好像拜登政府 這個民主黨政府裡面 不斷在這裡 在消費一些這樣的左翼的 一些什麼思潮 政治正確 包括連累了荷里活 這幾年我們看電影 真是媽媽聲 無論那些白雪公主 變了黑雪公主 小魚仙又變了黑人小魚仙 還要加上其他的 什麼Marvels那些女性主義 票房崩壞 再加上品味絕裂 令到所有觀眾 離棄了這個電影的市場 再加上金像獎奧斯卡 那些班長 諸如此類 一場亂局 濤先生 在討論這個 美國大選之前 其實我們要了解這幾年 究竟美國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是 尤其拜登四年 做就這個左膠那個氣炎 是再次高漲 你說到荷里活 就是垃圾片 二十年來的代表作 就是那套Barbie 是吧 這套Barbie裡面 當然那個編導不敢明目張膽 去宣揚這些過度的女性主義 相反 它是陰陰濕濕濕提出討論 為Barbie這個公仔 以前呢 當然就是一個塑造一個完美的 很漂亮啊 身材好啊 而且呢 金頭髮 一個女性的形象 但是這個是不是 所有的 合乎現在二十一世紀的 女性主義的期望呢 本來這些呢 是一些很沉悶的社會學的話題 這套片呢 只拍得差呢 就是 它整套戲變成一套雪教 是一套呢 這個Barbie 是類似的 這個西游記 天蓬元帥 被玉皇大帝 一腳踢了來人間投胎 變成做豬八戒 這個以前 這個遊戲人間 五十年 那個這樣的節目 類似這些 鐵軌李夏帆 是不是 之前呢 試過了七十年代 走出來香港呢 是看到五光十色的怪現象 其實呢 是很舊的 但是這套戲拍得差呢 就是全部呢 是場面的過渡呢 就是一些對白 就是這些話外音的獨白 是可以把電影的元素摧毀 但是這樣也不要緊 沒有問題啊 但是你看看 一買票進去那幫蛙鬼那幫呢 美國女觀眾呢 是全身穿到粉紅色 好像去一個派對那樣 你已經看到呢 荷里活那種墮落 你編劇罷工都沒有用 是令到那些觀眾呢 是幼兒化 英文都叫做 infantilization 是幼兒化 這個呢 當然不是跟拜登 本人是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民主黨這四年呢 是搞到這樣 這個呢 政治正確所謂的 Woke 這個覺醒 cancel culture 也都是波及污染到英國 那麼你必然呢 會使得 社會裏面的保守勢力 基督教 還有呢 是講常識理性 眼見這些呢 是敢怒不敢言的人呢 是會四年一度用的選票 是想將西方文明撥入正軌 但是現在呢 就有一點點不幸的 就是Donald Trump 比起八年前 是不是一個適當的人選 那這四年呢 拜登呢 就已經將那個魔鬼箱又打開了 當然不是他直接造就 Donald Trump之所以牙策條氣不順 就是當年如果你給我連任 這個普京絕對不會打烏克蘭 還有呢 習近平呢 他棄嫌被我壓住 另外阿富汗撤軍呢 你拜登上台第一炮呢 是撤到呢 是雞毛鴨血 留下了很多呢 美國的武器 當然這些武器 你落在塔利班首長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用的 所以呢 拜登這四年呢 你助長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正式成立 而且呢 還跟中國呢 是結合 另外當然呢 就是烏克蘭 這場俄羅斯的侵略戰爭 打到今天呢 都未曾收荒 那這一場戰爭呢 現在如果拖到今年還未完結呢 是對民主黨連任不利的 因為呢 美國的民意開始逆轉 尤其是川普 這個保守勢力 那一幫的大眾 對於世界局勢不是那麼關注的那些呢 最近有一位 美國的網絡的名詞 Tucker Carlson 是申請去莫斯科 是跟這個普京呢 是做一個專訪 這樣遭到以CNN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傳媒呢 是人身攻擊 說它呢 是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給普京一個曝光的機會 那一場的真正 那一場的爭論呢 我自己看過整個訪問呢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他信也不是說去到 這個見普京呢 是提一些拆鞋的問題 是不同的香港的電視台 在二、三十年前 某一位男主播去北京見李鵬 露出那一種淺美的笑容 他信一樣是問他 喂 你現在這樣殺這麼多人 你現在這樣赤裸裸的侵略 是破壞國際法 你覺不覺得呢 這樣做呢 這個傷天害你諸如此類 但是呢 普京呢你確實是得了一次機會 這次不是做戰狼 是以一個美美到來的學者身份 是由一千年前的俄羅斯烏克蘭的歷史講起 然後呢就講到這個冷戰期間 為什麼呢 我們呢 是由哥巴卓夫和葉利欽呢 是主動將蘇聯解體 是釋出善意 但是呢 美國呢不但不讓俄羅斯加入北約 而且還將北約呢 是層層推到來的門口 這個普京呢是利用這一次訪問呢 是將他自己所謂的冤屈呢 是一次過說出來的 那對於美國呢 那些基層的觀眾來看呢 是會有相當的人中招的 因為呢 美國內部很多人呢 是不懂歷史的 是吧 什麼烏克蘭俄羅斯之間是恩怨 他們不知道呢 還有呢 由於特朗普呢 長年呢 以一種所謂認識英雄 種英雄呢 這一種這樣的僑雄的態度呢 就是說 我和普京 我只要搭肩膀 一進去那個密室 我會講解數 怎麼會搞到今天呢 數二十萬計的 烏克蘭平民生命淘炭呢 這些呢 很粗糙的邏輯呢 是對於選民來講呢 是起作用的 是會發酵的 當然為什麼我們這些呢 聽得假假地看了兩本書 就知道其實普京的 argument 都有漏洞的 因為雖然呢 在1991年 這個葉里欽和哥巴卓夫 自行解體蘇聯 是沒有錯是釋出善意 但是到了1998年呢 由俄羅斯後面 同情或者支持的 米洛社維奇 前藍斯拉夫聯邦解體之後的 塞爾維亞呢 是對於巴爾幹半島的 少數族裔呢 是展開大屠殺 於是呢 這個克林頓和貝利亞呢 是連同呢 是派飛機去轟炸 當時還誤炸了中國鑽 斯拉夫大使館 就是因為這一場 米洛社維奇呢 在巴爾幹半島 針對穆斯林 少數族裔的屠殺呢 是令到北約覺得 你後面 斯拉夫族裔的大後台 俄羅斯呢 仍然有擴張的野心 所以呢 不但不讓俄羅斯加入北約 而且呢 還摧毀了一點點的信任 就覺得呢 那個北約要東向 將這些羅馬尼亞 波蘭啊 這些全部納入 這個波羅的海 納入這個北約的範圍 所以是相當之不幸的 1998年最大的不幸 不是說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誤炸 而是 是前南斯拉夫 塞爾維亞這個是白人至上 東正教的一支霸權的軍隊 在南歐那裡是展開一場種族滅絕 所以這個普京就輕輕帶過 他沒有說 他只是說 喂 你當時 你曾經說過給我呢 是可以加入北約 為什麼後來實現 現在理不仁 我不義 我現在拿回這個烏克林 我拿回呢 是我應該得到的東西 所以這樣的argument 這一場這樣的辯論 在這一場兩個小時的普京的訪談 到底後面是不是有一些川普的勢力 那裡暗中支持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引起一個效應是很複雜的 因為俄羅斯的普京就會心中陰陰笑 你現在拜登這麼老 你支持顧克蘭支持了兩年 只要我挺下去 我呢不惜公本 我死了十萬八萬俄羅斯的軍隊 甚至現在其實烏克蘭的戰爭 到底有沒有在兩年前這麼激烈 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的報道都少了 那就會令到普京 以及他的同路人 覺得侵略烏克蘭 是有勝利在望 和現處光 是不是 所以Donald Trump現在這一隻 反而去契落烏克蘭 甚至是華府這個北約 在這個時候說這些說話 雖然他有時候說話說大了 還有拋浪頭的 他做了總統未必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時候這麼敏感 既然拜登這四年 他的無能也好 民主黨 這個不夠強硬 引致到普京侵略烏克蘭也好 但是你如果這個時候在戰爭狀態 這個時候Donald Trump回來 比起八年前那時候 沒有這些烏克蘭戰爭 和沒有台海、南海這些緊張的時候 他是不是能夠駕馭大局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我們都知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門檻前面 這四年拜登不適當也好 但是已經造成一個這樣的亂局 而這個亂局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鬼不知道如果Donald Trump做多四年 是多數不會發生嗎 但是既然發生了 你如果川普回頭 是否有能力 是隨時會成為一個領導 第三次世界大戰西方國家的 美國戰時總統呢 這個就是問題 是不是 是的 這個情況呢 這次的訪問呢 是很複雜的 首先第一 這位霍士新聞的前主播呢 Tucker Carson 或者翻譯叫卡爾森 是很具影響力 因為他在一個社交平台X 有成千多萬的追隨者 這次的電視訪問有成五百多萬的觀眾收看 那他當然會被人批評 他是幫普京做一次大外宣 因為普京一開波呢 就滔滔不絕 講了成半個小時的 就好像幫卡爾森和觀眾 上了一堂歷史課那樣 而裏面呢 普京就講了很多他的立場 甚至呢 暗示 其實他和Donald Trump 是一個有私人關係 和好朋友 暗示 所以其實有人會覺得 就是 因為普京呢 是很樂於看到 Donald Trump當選的 這一點 但是同時間呢 裏面 普京呢 也都是 宣示了很多 有關於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爭裏面 他們自己的立場 所以 其實呢 這個訪問呢 就具爭議性了 但是 你不要理了 無論如何呢 我覺得對於 Donald Trump來說呢 我先撇除了普京那邊 是對於 Donald Trump呢 是有一個助選作用的 因為 美國人呢 我都講過很多次 好鬼現實 和他們好鬼 世界觀呢 很狹窄 他們永遠是關心自己 身邊的事 或者是那些油價 貴定便宜 日用品貴定便宜 那拜登在執政這幾年呢 美國的生活條件 和那個物價 是上升了很多 很多人叫苦連天 也都覺得拜登呢 在這方面 是做得不夠 而且 的確有美國人覺得 他去 這樣去幫烏克蘭 或者是用美國人的金錢 和武器去資助 是對於美國人來說 是並無好處 那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 道德上的價值 對於美國人來說 很虛無 第二 就是他們會擔心 如果真的進一步 和俄羅斯衝突 或者北約管入 戰爭的時候 美國舉個上下 也都無實質好處 隨時是要犧牲自己的子弟兵 也都可能 經濟情況是進一步變差 因為美國人呢 是一個消耗石油 汽油 很大的一個國家 和他們的人呢 是很浪費的 我大膽一點說 他們的無論 食的東西 用的東西 那些汽車的引擎 那些思思 是根本沒有必要這麼大的 但是他們習慣了 所以其實這次呢 總統的大選 我覺得很簡單的 美國人就是回到一個很現實的心情 就是他覺得 這個拜登 令到他生活過得不好 什麼叫做世界和平 什麼叫做道德價值 或者是那個理念 什麼自由民主呢 對於部分這些美國人來說 是並無意義的 所以為什麼這次呢 這個特朗普參選呢 那個勝算是大於上一次那麼多呢 就是這樣的原因 而拜登那邊 民主黨也都沒有任何的人才 拜登再上去一次 其實是舊調重彈 也都沒有什麼新項目 可以攻擊這個特朗普 以前就可以針對他的匪聞 通鵝門 這些東西 來抹黑他 或者是說他是瘋子 甚至是用很多人醜化他 再加上國家機器之力 其他的部門 包括FBI CIA 這樣 但是這次呢 這些伎倆呢 可能變成 調轉特朗普的一個彈藥 因為如果四年之後 都是這樣去攻擊的時候 更加符合了特朗普他所說 其實他是被人做的 他是含冤的 背後是有一個叫做勢力 是不讓他當選的情況 所以如果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更加合理化了特朗普上次說 其實上次那個是一個選舉舞弊 其實他不應該輸的這一點 這次其實特朗普的勝算是高的 但是你說他做了之後 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麼事呢 說這個我真的不敢預計 因為他跟普京都不是尋常人來的 可能兩個人一握手 跟著呢 讓一半烏克蘭出去 跟著普京照吞 吞完之後 跟著烏克蘭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跟著呢 跟這個波蘭的軍隊 一起玩北約都不定 這一點呢 我真的不敢想像 陶先生 所以這次呢 北約非常緊張 北約秘書長說 川普說這些話呢 是對北約構成危害 但是川普這個人 是已經有潛科的 他這樣搞到今天這個歐洲 對他不信任呢 他是有些責任的 因為他那種自負和傲慢呢 是50年不變 他不懂得變通 你當初呢 你上台是用那種 吹水和拋浪頭的方式 是有效的 而且呢 做得非常的好 是成功改變了美國 在美國的國際內交的整個結構 例如他帶頭對中國加關稅 還有呢 將美國駐以色列的大使館 那些就帶來 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 還有呢 堅持要在德州那裡建圍牆 那這三大政策呢 雖然當時推出的時候 美國的左派包括民主黨都在攻擊 但是到拜登上來呢 完全是笑規嘈嘴 那這個呢 就令到川普呢 是更加有自信 覺得我是對的 那這個人的問題就是這樣了 沒有一個人是上帝來的 你今天對 明天對 不等於永世都對的 川普呢 八年前呢 這種這樣的強勢掃場呢 是對美國和對整個文明世界呢 是有一個震龍啟蒂的效應 這個是一個 就是《飛越風人院》裡面的主角 即彌公順 改變規則的勇氣 這一點呢 很令人敬佩 但是既然呢 他不幸 他那四年之後被人掃了下台 掃了下台 也是因為他那種狂妄作風不改 做了總統 仍然是用推特 Twitter來治國 還有呢 講話口沒遮難 只因為你是總統呢 你是要顧及到美國各界各階層的人 那個情感和承受能力 他呢 就橫衝直撞呢 是四年 這四年呢 如果不是後面那些博爾頓啊 又或者美國國防部長 馬蒂斯啊 和聯邦調查那個司法部長 要不就被他解僱 要不就極力慢著到最後呢 是彭斯呢 是最後都頂不順的時候呢 如果這樣下去呢 以川普這一個性格呢 如果他回來做第二任呢 是令人擔憂的 確實 是不是 但是他的冤屈就在於 你當日選了我就不會這麼亂了 是不是 這個呢他也是有道理 但是無奈的現實就是美國選民蠢了 上次有什麼辦法呢 是不是 你可以這樣說 再加上 為什麼他們蠢呢 又蠢不完 因為川普呢 你上去那把口不收 你沒有改你的作風 是不是 你上去你應該是贏得更多的民心 尤其是中間派 就不是 是各走極端 搞到1月6號這個國會佔領 當然呢 那裡是人家是砌他生豬肉的 那一場 不是一場叛國的暴力行為 只不過是一場騷亂 這些騷亂來說呢 你美國的民主黨和自由派 應該呢 是診斷 國家到底出了什麼病 這個精英的管治 是不是令到這麼多人不滿 他們的不滿是不是有理由 如果他們的不滿有理由 當然他們所表達的抗議的方式 是過於暴力是不對的 但是你就不應該把暴力那方面 是無限放大 然後呢 就踏到川普頭上 然後呢 將它一起捆綁 將它放進去的黑箱 然後蓋住 然後再加幾條大鎖鏈 這個呢 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但是很不幸 美國的左翼自由主義分子 再加上左膠 他們是永遠不會覺得自己錯的 這個呢 這個是跟中國某大國的民族性一樣 錯的永遠是人 錯的永遠是反對黨 錯的永遠是中西部這一幫 生鏽的地區 你們那些失業的工人和農民 我們永遠是對的 我們發明這個叫做性別主義 覺醒啊 種族平等啊 一千元啊 打劫啊 是不需要特赦 因為他們是窮啊 我們是對的 結果呢 造就到呢 那個問題呢 不但解決不了 而且是惡化 這些全部是指向全球化 這個結構性引起的災禍 其實呢 是最希望歡迎全球化呢 是中共 但是自己中國自己很壞不壞呢 這個江澤民這20年呢 哄到克林頓和布殊呢 在開放市場之後 就弄了一個習近平出來 無意中呢 就踢爆了這個全球化 無意中呢 就令到美中脫鉤 所以呢 冥冥中 是不是有神明決定呢 這些事情 人算不如 有沒有神明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最重要 我還是覺得 美國的左翼呢 那個雙標是很嚴重的 就是雙重標準的 那麼譬如說那個 墨西哥的圍牆 我們都講過了 Donald Trump那時候還沒有起 說起而已嘛 你有沒有鋪天蓋地 說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又說他沒有同情心 跟著又說他發西斯 多少漫畫去取笑 這個Donald Trump 那結果拜登執政 那圍牆就繼續起 從來都沒有拆過 而又說到佔領華爾街 當時呀 有多少人吹咒 當他們是英雄 在那裡責任幾個月 這些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當時 全部都是英雄來的 英痴來的 那些人 去到佔領國會山莊 就說那些是暴民 那些違反法紀 大佔領這個概念 正正是那些左膠左翼 最喜歡的 其實影響所及香港的佔領中環 都是被他們影響的 這一點 V5是另外一張 但是我想說就是 喂 他們佔領就可以 共和黨那些支持者 或者Donald Trump的支持者 去佔領就不行 就是暴民 這些就是你看出左膠左翼 這些這樣的偽善 對拜登的標準是如何寬容 對於Donald Trump是如何的 一個人身攻擊 這一點 我不是幫誰 大家是講客觀的事實 有歷史的看得到 對不對 是啊 所以當初是左翼對於 川普的人身攻擊 無所不用其極 和高度的情緒化 特別是圍牆的問題 將它標籤為 法西斯 希特拉在世 麥索里尼 這種輿論的欺凌 是令到川普 是被人迫了長國 所以再加上這些官司去砌他 他變成一個臨沖風雪山神廟 是一個冤情的人物 是吧 所以他現在的心理狀況 確實很不幸 在長期的欺凌之下 是有些不平衡的 但是問題是 就算你當初那個是對的 但是因為他沒有找到心理醫生也好 或者他太傲慢的家人也勸他不到 但是他反而累積到 因為你拜登自下 阻礙國內種種經濟 和政治治理的失敗 是令到川普聚集更大的能量 所以這個川普風波這個問題 不但未能解決 而且如果你當它是腫瘤的話 這個腫瘤經歷這四年是更加擴散 就形成整個美國議會民主制度 結構性的災難 你那支民主那支旗里那支哨 現在吹不響 是被普京和習近平等人嘲笑 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這幫精英是被左翼騎劫了 採行這種雙重標準是赤裸裸 而且是很無恥的 而且對於川普那種欺凌 是充滿傲慢和狂歡的 到現在他們自己不行了 搞出一個這樣的亂局 現在川普要回來 到底你讓他回來還是不讓他回來呢 兩害雙權逃生 取其重者 我這次說我寧願是川普回來 因為就算他是瘋的 我就覺得找一個瘋的來收拾其他兩個瘋的 這個普京和另外一個國家的巨人 這一點其實就是 你看到拜登是搞不定的 用了四年的時間 也都不能夠令到他們修煉 所以我覺得你不如就用川普 這個不安排你出牌 甚至有些瘋狂的美國總統 這個反而是令到其他那兩個 會擲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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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找一個奧巴馬的老婆出來 當然是選川普 但是現在這樣 這些左膠紮定馬 如果萬一 就是惡夢成真 他找一個米雪兒出來 你一說不選他 他馬上當你標籤是種族主義者 什麼人殺法西斯這些東西 就要擲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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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擲� 這個普京和他的老友 這個自信的來源 當然他們有自己的問題 也都招頭難硬 所以今年的農年一定是不平凡的 一定有很多遇上不到的事情發生 是不寧人樂觀 不過怎麼也好 我們身為平民也好 在外面的移民也好 最重要認清這個世界局勢 以常識理性為判斷的依歸 是一定要做好 為自己 為家庭作出 是最有利自己的決定 所謂人不為己 天誅地滅 就是這個意思 其他的什麼國家 社會 什麼集體 對不起 千萬不要憂國憂民 為自己打算 在加拿大溫哥華 一個華人 特別是中產階級比較富裕的人 聚居的那個叫Richmond 列治民 列治民的市議會竟然通過了一項法案 一項的命令 行政命令 就是在列治民的地區建立一間所謂的毒品注射屋 遭到列治民大量的華人反對 在反對之下 列治民的市議會 是無視於那個地區的強大和清晰的華人的民意 仍然在七票贊成 兩票反對的狀況之下 就通過設立毒品安全注射屋的動議案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引致很多列治民的地區的華人 是在街上示威 抗議 但是事件是遭到列治民那裡的白人居民 一場面對面的衝突 就是各位或者這幾天都看到的畫面了 裡面涉及一名肥胖的白人的婦女 他走到唐人的抗議行列的面前 叫他們回到香港 你們是不屬於這裡 為什麼你們要反對這個獨立的毒品安全住整個屋 你們應該走 反正還有一句 毒品就是來自你們那時候 暗示是來自中國的 這件事就引起一個非常之重大的關注 因為我們約莫是由左右的意識形態來看 左派的意識形態就是支持吸毒的非營事發 就覺得既然這個毒品是沒有辦法抵禦的話 不如給它交稅 這個杜魯多做總理就已經通過 這個種植和藏有吸食大麻的非營事發 不止是大麻 現在更加是涉及其他的毒品 那些叫Hard Drugs 包括這個叫鴉片 和出產自大陸的芬太利可卡恩 現在最近就是加拿大特別在BC省 還有安大良 還有阿爾伯特省 通過了一些法例就是 如果藏有不超過2.5克 這些硬性的毒品 不止是大麻 包括可卡恩和芬太利 是不需要扶上刑責 既然這麼多人去吸毒的話 那又怎麼樣呢 於是有些人想出一條條出來 不如不需要偷偷望望了 在不同的地區建立一個吸毒 或者叫做毒品安全注射的一些指定的地點 讓那些人可以去果樹去探究 而政府是派著一些社工 或者醫護的人員在那裡看著他們 然後便於集中管理 當然他們走來吸毒 或者走來注射的話 也都有一些人員叫他們不要吸毒 苦海無邊就回頭是岸 這些左翼就相信 透過對於毒品 這些毒有毒癮的人的集中和管理 就可以減少吸毒的數字 是不是這樣呢 就是一個巨大的爭議 但是列治民是一個亞裔 特別是華人聚居的地方 你知道華人那些家長 向來那些小孩子的管教非常嚴格 是不喜歡有這些毒品安全注射 但是市議會是不理 終於是通過 於是導致一場這樣的種族主義的指紋 但是最後 終於是高一級的BC省政府出聲了 不敢將這件事搞大 決定將整個決策凍結 那華人這次總算是很艱辛的 暫時贏回一仗 是 但整件事其實不是一晚的事 醞釀了若干日 因為自從這個議案推出來之後 引起華人社區很大的反應 成千上萬的人出來示威 也引起剛才你所述及的衝突和種族歧視 這件事去到那晚的市議會的辯論裏面都很激烈 雙方面都有100個不同的人去層次 但是雙方面都有一些對罵或者人身攻擊 最後7比2就通過了 但是在剛才你所述及的 就是溫哥華的灣區衛生所公佈 就說不會設立一個獨立的安全藥物注射地點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會建一座新的獨立 但是他會在可能重建的醫院 或者是翻新的醫院裏面有這樣的設施 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者 不設一個獨立的但放在醫院裏面 一方面可以回應了民意 特別是華人的意見 但是也滿足了左翼或者一些對這些吸毒人士 友善的團體的意見 甚至是議員的立場 這件事就暫時好像平息了下來 但是引起的爭論 我想陶三未必是指於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問題 因為裡面牽涉到一個很複雜的毒品 怎樣可以押制和控制 當然網絡上有很多爭論 我覺得是失誅交臂的 因為有部分人極有的 就是覺得那些毒販應該全部殺了 好像菲律賓以前的杜特爾特 甚至如果吸毒的人 全部坐牢 拉進去強制戒毒 舉回很多亞洲、新加坡 甚至中國大陸 會有槍斃的例子 但是這些討論 其實是用了另一個國家的情況 放進去加拿大 簡單來說 其實整個西方 包括歐美 近年大家都知道 對於毒品 是採取著另外一種 完全不同的立場 所謂非刑事化 還有攜有少量 就不當是刑事 再加上因為禁不了 越來越多人吸食 唯有用一個方法 叫做控制和管理 希望通過控制管理 能夠可以找回這些人君子出來 或者接觸到他們 因為無論怎樣 他們都吃的了 他們病癌一邊吃 吃到死了 不如就在醫院 或者在這些所謂的毒品安全屋裡面 指導他們 或者當他們真的有事的時候 就去急救 起碼他們不會這樣死 或者甚至是亂用針筒的問題 防止我肢病、交叉感染等等 這些其實在西方社會 都異熟云牆 但是除了這個問題 大家的所謂哲學 就是哲學不同之外 最重要的 還有一點就是 那個 not in my backyard 的問題 就是不要在我後院 很多支持這些設施的人 其實他們自己的社區 或者他們居住的地方 根本就沒有 所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等於我們一樣 我們又不在加拿大 如果我們覺得 其實這些是一個好的設施 當真的要設立在你的社區的時候 你就會有另外一個完全 截然不同的立場 所以今次這個討論 是一件很敏感的 我可以這麼說 還有一件很人性的事 陶先生 這個當然深層 絕對是一個 左膠意識形態 在美國、加拿大這些地區 橫行 然後導致這個毒品凡藍 後面百分之一千 是一種惡性的政治 是馬克思主義 和過度的社會主義橫行的結果 因為這些叫做毒品註射屋 你看看英文 英文已經有誤導性 簡稱叫SCS 叫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叫受監管的使用場所 使用什麼呢 supervised 什麼的consumption 他不說的 你看看這個名詞 有偷天換日 還有一種偏袒 還有誤導 外面的人 這個supervised 什麼呢 當然是supervised 叫做drug consumption 那個drug字去了哪裡 毒品去了哪裡 加拿大政府 左膠意識形態 這種偷天換日 這種騙術 就是由現在 這個杜魯多 這個政府主張 在全國已經建立了39個站點 就是給那些隱君子 這些吸毒的人 可以走進來 進行這個毒品注射 現在吸毒 就有各種的毒品 除了注射之外 還有一種 好像用鼻歌 還有用條管 是用呼吸吸吸的 就有兩種 注射和吸索 這些同樣可以拿命 加拿大政府認為這樣做可以減少 叫做吸毒過量死亡過案 鼓勵吸毒者參與治療計劃 但是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你既然光天化日 在這些集中點那裡搞這一天 就會引來毒犯 公然笑嘻嘻地吸毒 因為他們是最大的得益者 吸毒吸得多 不但通街喪屍 而且中學裡面是蔓延 這些是列治民的華人最反對的 會影響治安 造成這個罪案 這些不用說的 這些叫做SCS 受監管使用場所 所謂毒品注射屋 就是那些左翼 左膠就認為別那麼負面 吸毒也有吸毒的人權 他們想的嗎 吸毒後面有一個社會深層結構 因為貧富懸殊 還有很多單親家庭 還有這些吸毒者 他們自小 因為可能出現家暴 沒有這個受教育的機會 他們本身是受害人 既然這樣沒有辦法禁絕 不如給他們帶些毒品 去這些使用場所 經受過訓練的工作人員 監管之下 防止他們意外用藥過量 就是吸毒過量 還有這些針筒 是由政府 當地這些在醫院那裡派發 減少在他們打針 索基的時候 傳染愛滋病的病毒 他們看東西 是完全跟正常人類不同的 你現在對付這個吸毒的問題 應該是有治標和治本之分 這些不但是治標不治本 而且只會助長毒品的流行 這些左翼就說不是 在裡面還有戒毒治療的 很正面的心理健康 還有傳染病檢測 他說不僅是加拿大的 這些就是 當你立法夜三條的時候 就說不僅是香港有的 這些毒品 這些注射的監控中心 除了加拿大的BC省 還有美國、德國、挪威、西班牙 其實都有的 這些三十九個 這些這樣的站點 每天有幾千人 裡面所使用的 很多都是鴉片類 當然還有最新的大陸 輸出經過加工的分泰 但是在去年的夏天 自己的溫哥華的居民控告市政府 說由於其中一個毒品注射屋 說就說是要運作監督 但是其實那裡的行政管理鬆散 令到整個地區的毒品還原 不但走進一陣大麻味 整條街 還有成為犯罪和公共秩序混亂的黑點 因為他的立法原意 或者他們原先的理念是很崇高的 甚至是悲天敏人大愛包容 但是可惜在執行的時候 往往是出現了很多問題 正如你剛才所說 除了吸引很多的印君子和毒販 在流連 影響到整個社區之外 根本很多毒販為了有生意 他就在原先的毒品裡 加入分泰尼 或者是加更加厲害的化學性藥物 令到印君子吃得更高 但是又因為裡面有醫護人員 以及有人看著 很多印君子一打完一吃完之後 根本就已經分碎 不省人事 變成用社會的資源去拯救他們 或者是去治理他們 但是印君子又覺得 其實在這樣的環境是很安全的 所以平時就算他沒有OD 即是說過度使用的劑量 他也會嘗試OD 而特別是分泰尼類的藥物 OD的量很少就已經OD 於是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濫藥或者吸毒的人 只會越來越嚴重 以及吸得越來越多 而反而做不到他們所說 可以令到人戒毒 可以令人重獲新生 這些真是十宗無一 百宗無一的例子 反而更加多的人 有這個便利和毒販 更加知道那裡是聚居他們的顧客 變成整個社區污煙瘴氣 這些就是現在 為什麼列治民市和其他加拿大 例如維多利亞那邊 都是一樣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這麼大的反應 這些左膠在後面 是將加拿大引向一條亡國之路 如果各位去過溫哥華 特別是溫哥華外的一個島 維多利亞 那裡本來是山明水秀 因為你也要留在西外桃園裡 有一間大學 就要坐船 就要坐差不多一個幾小時 就從溫哥華那裡去到 現在這個 你不知道是列治民 就是維多利亞島上面的那裡 已經是毒品充斥 那些很多的街道 你知道一有毒品 就必然是連接著的街道 那些場壁充滿圖鴉 畫到鬼五馬六 然後通街露宿 然後走進去的地區空氣裡面已經嗅到一股大麻味 整個維多利亞就已經慘不忍睹 就沒有全部的 但是你看到很多地區已經在腐爛了 這些就是整個西方 包括歐洲 在近這20年 在克林頓 貝利亞這些自由派 自由主義的政客在當政之下 因為他們早年這個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生的一代 越戰這些反戰的示威 他們第一代反保守主義 就是反對這個尼克遜做總統 胡士多音樂節 接著那些叫做heavy metal 流行音樂 然後聚居的時候一定是索大麻 就是他們自己的父親那一代 熙皮士那一代已經死了 但是熙皮士和搖滾音樂 連帶著吸毒那種作風 現在仍然是延綿獻生 就會出生於習近平的肯定 或者是那種作風 它怎麼改變 幫助力的押變 不代表力去進行 中國的同域 是就像他 diamond 說的一些東西 然後日本有些人 沒有約會 或者這次美國 現在香港的東西 在美國 在美國 要和美國 振動 他們的 大麻形式一種意識形態 他們認為這是代表自由 特別是某種極左的無政府主義 還有是很型的 索了大麻之後 充滿滿天色彩斑斕的幻象 接著這些是上索至十九世紀 一些作家、畫家 他們都靠這個吸毒、索鴉片 來取得某些的創作靈感 現在針對保守主義和基督教那些 尊重家庭倫理這些 吸毒就變成左翼在各階層 包括在教育界 那時候大力直接或者間接推動 那種文化智慧和文明自殘的一種惡性的現象 這對華人來說當然不能接受 我們看全世界無論是倫敦、紐約、美國和英國、歐洲 不論是來自中國、台灣、香港這些 就算是其他日本、韓國的家長 在這條底線那裡是守得非常堅固的 亞洲人包括華人那些家長 是教育子女是不喜歡這些東西的 這些什麼吸毒、變性主義、墮胎、合法化 這些全部是以自由之名 是散播這些破壞家庭倫理 還有人格自我毀滅 甚至是一個長遠的自殺的行為 這些是絕對不能接受 所以華人身為少數 還有這次在溫哥華列治民 是打贏了一場勝仗 但是正如我們一向都這樣說 你不要以為種族主義就是所謂右翼 Donald Trump的支持者 我一早都說過左翼左膠 這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s 你以為他們不是racist嗎? 這次就看到了 這個胖胖的白人女人 就叫他們回到香港 但是香港和中國的分別 他都搞不清楚 因為正如我前兩個月說過 拜登會見完習近平在三藩市之後 出來開記者會 第一個問題就是他自己主動說 就是他和習近平已經達成協議 美中兩國制止分泰尼 由中國輸出 我們要舉行一個專家工作小組 是倡導和商議一下怎樣制止的問題 拜登雖然不像川普那樣 一開口就叫做China virus 將這個新冠狀病毒叫做中國病毒 但是他一樣用很含蓄的方式 是告訴全世界聽分泰尼是來自中國 這種必然是潛移默化 令到西方的民眾加強一個印象 就是中國就是分泰尼輸出大國的認知 這次就是了 這個白人女人就在那裡叫那些熱自民的 這些香港的移民叫她回到香港 因為分泰尼就是來自香港 這句話是錯了一半 首先香港不是分泰尼的制毒中心 整個中國大陸才是 列治民當然有很多大陸人 但是這次強烈抗議 和在列治民那裡組織的反毒品 這些注射的中心絕大多數是香港人 或者是香港最近的新移民 所以這次的表決是贏了 但是整個大趨勢仍然是未能夠改變的 尤其是杜魯多為首 這些左膠、左翼和極左的馬克思主義者 劃明劃暗 整個趨勢長遠來說 是會令加拿大亡國 是 現在的情況 可能我們在一個來自東方 或者亞洲的社會 對於毒品我們的立場 和西方是有一些不同 我先不說什麼所謂文化問題 其實是來自因為西方濫藥的情況 或者吸毒實在太普遍 好像你說自從希皮士搖滾惡開始的年代 大麻已經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而後來的海洛鷹、鴉片類的毒品、冰毒 更加是壟斷了一大段的時間 現在其實更加危險的就是芬太尼 正如你剛才所說 這隻化學類的藥品 那個威力和對人體的摧毀程度 是遠遠高於剛才我所說的這些大麻 或者甚至是海洛鷹的白粉 那些當然都是要命的了 但是芬太尼的毒性更加強 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在三藩市、溫哥華的下廳 有些地方真的看到那些服飾芬太尼的人 變成喪屍一樣地走 那這些情景以往就算是吃大麻 吃這些鴉片 或者海洛鷹都不會變成這樣 那現在西方的社會他們面臨的災難 就是現在芬太尼已經是漸漸成為 這些吸毒者最新興的毒品 那不只 其實還有澳洲都很嚴重 不只是說歐美 於是現在整個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出現了一個叫做監督和控制的方向 希望可以在這群吸毒者裡面 找出一些人願意更新 或者是不用他們O.D.跟著致死 是因為已經是去了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況 他們對於大麻、海洛鷹、冰毒 個人的吸食 比如說在澳洲 如果那個份量是很低很低的時候 他們都不會拘捕他們 變成寧願接受 因為他們現在面臨新的敵人 是芬太尼 都沒有空 你以前那些我們 聽見年輕人的時候 都已經是覺得 最大惡敵的毒品了 所以現在那個問題就是 大家在說不同的事情 在亞洲 或者是一些網上的評論 就說到 毒品全部都要禁 全部毒犯都要殺 這些吸毒的人全部拿去更生 但是西方社會根本全民都把這些事當作等閒事 還有政府已經開了個頭 將它非刑事化 以及自己吸食一定的數量 因為不當它們刑事 現在又加上左翼這麼奉行的社會環境之下 用一種大愛 這些形式去對待這些人君子 於是現在的情況 好像你說真是亡國的 你看到那些畫面真是很恐怖的 是啊 這個完全是現在杜魯多為首 這個加拿大的聯邦自由黨 新民主黨的聯合政府 是一手道指 甚至在列治民那裡設立這些奇妮 可以說是向華人社區公然推銷毒品 這些是對亞洲人和中華文化三千年的 公然的挑戰和羞辱 在這裡我們以常識理性來說 一定是支持列治民的華人 當然 雖然你贏了第一仗 但是這個戰爭是未完 講的就是講 講得好聽 大愛包容 吸毒的人 不要歧視他們 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更新 但是其實附帶出現的很多罪案 他們是不講的 去年這個六月在多倫多 安大略那邊 是其中一個社區的安全駐射站 附近就是爆發槍擊案 一旦你聚了這些騎禮人 蛇蟲鼠蟻就會全部生氣 一個中年婦女 在三個男子互相射擊之中 誤中榴彈 參與槍擊事件的人 當時就在那個所謂安全駐射站附近 是公開販毒 那現在的毒犯呢 在加拿大某些地方 包括BC省 溫哥華已經是公開了 比如說他們派卡片的時候 就應該卡片後面貼著一小包 就可卡印 就是當是送贈品 這裡有得賣 你想賣是找我 這些就是全部的左膠是一手造成 這些聯合政府對毒品故意的寬鬆 必定是長遠威脅公共安全 至於你說這些不應該歧視大愛包容 你這次暴露左膠這個白人婦女 那種內心非常醜陋的種族主義 為什麼你可以歧視這些反對 設立這些吸毒地點的華人 為什麼華人不可以歧視吸毒者 如果你生一個女兒 你是左翼 你是什麼社會學教授 平時在那裡大愛包容 你的女兒現在招攬了一個將來的女婿 你回來說要跟她去結婚 這個女婿她告訴你她是索大麻和婚太 你會不會願意把女婿嫁給她 就是奧巴馬而已 她當總統的時候說大愛包容 她退休之後 在華盛頓外面 在白人婦孺序區那裡 買了一層漂亮的別墅 這些人怎麼會有大愛包容 是不是 毒品的來源和反毒集團的收入 就是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這幫左膠一起勾結 對不對 所以在這些亞洲國家 例如新加坡 馬來西亞 你都傻 全部判死刑 一旦你被發現帶毒品進來超過多少個客人 是隔殺物論 尤其是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 在街上叫警察看到毒犯 立刻開槍隔殺 這些政策是出於那裡國家的文化 完全是我覺得有道理 當然是會有殺錯的了 有殺錯沒有放過絕對對 這些毒犯在街上 在那些罪惡區出現 你不走過去就沒事了 你生的子女或者朋友 你喜歡去那些大麻味 和整條街那裡 是充滿桃鴉 充滿露宿者這些地方 你喜歡去那些地方活動 當然了 如果你在菲律賓 在杜特爾特的時候就會有一個高度的生命危險 東西方文化 講明華人是萬無三千 家長非常注重小孩子成長的環境 你不要走來推銷這些 什麼變性主義 這個叫吸毒 還有自小的小學 教那些小孩子 你可以變性 可以換衣服穿 沒有問題 是有這些少數的人士 但是你現在把這些成為一個主流公然 在學校小學那裡 就已經前移默化去提倡 甚至鼓勵 這個叫左膠三大毒瘤 第一 就是吸毒的合法化 第二 就是在小學裡面 鼓吹這個叫變性主義的意識形態 墮胎合法化 是助長那些 登單親家庭和性藍教 這三大毒瘤 都是華人和東方文化的家長和人 堅決拒絕的 你提到杜特爾特的案例 我也想說一點 當時是引起很大的爭議 甚至美國政府也發聲 你看到中間的阻力有多大 以往反恐都可以用軍隊 或者國家級的武器 去對付恐怖分子 雖遠必住 或者是可以定點去攻擊轟炸 但是對付毒品 這件事是現在在美國 都不能夠這樣進行 那時候有一套小說 改編了電影 Tom Clancy的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就是講 哥倫比亞的毒品 如何流入美國 然後 美國的總統 是運用秘密的軍隊 用軍事的力量進行擊殺 後來因為這件事洩漏出去之後 令到選舉和政府被人質疑 把那些軍人當成棄作 這段故事是十分吸引和好看的 但裡面引伸開來的問題就是 如果一個毒品的問題已經去到威脅國家安全 甚至是幾代人的前途 其實真的應該要考慮動用軍隊 或者用反恐的級數才可以對付 而不能夠只是說 因為我們不能夠禁絕 這個drug war是永遠打不贏的 我們就唯有用一個叫做非刑事化 容忍他們自用 甚至像你說建這麼多的安全使用屋 來給這群人使用 而不回到源頭的問題 因為只要有錢賺 那些毒品就會源源不絕供應 很多時候 好像你這樣說 最初是免費的 在派對裡面 在朋友圈裡面 全部都給你免費享用 那就是你一用完之後 因為你上了印之後 你就變成他的金主 不斷要課金 那這種情況 其實都是一些很舊很舊的故事 但是為什麼有人揣測 為什麼毒品禁不絕呢 其實背後 會不會是有一些國家之力 甚至藥廠背後在操盤呢 這些陰謀論都有人在推敲 否則的話 不會呢 怎麼可以容許這個毒品 這樣蔓延到全世界禍害的下一代呢 這些情況呢 真的 就是杜特爾特做得出了 不過呢 可惜他已經沒有得了 所以這些就是導致 這個特朗普有這麼大的信眾 捲土重來的社會深層結構 那些左膠連同自由知識分子 只會認識 是不斷去詛咒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後面 他引致特朗普出現的 是左膠製造的種種深層危機 他們一概時不見 這些呢 就是和共產黨的本色一樣 他們永遠不會檢討自己有什麼錯 錯的呢 永遠是批評他們的人 所以在加拿大 現在走上一條亡國之路 各位是一定要留意的 去移民這些國家 是你想你的